在声音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声带 我都很想拿出来和大家说 比如说我听过在食物里面有一些滚油的声音 我很有兴趣想知道里面究竟是滚油的什么 有一段在冰室里面叫麦如可的声音 我又觉得很能够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 但最终我也是选了在身体里面的唯一的一条声带 就是邓伟文在天水为所录下的关冷气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他录下了在家里面 那个冷气闪的那一段声音 其实是很沉上我怀疑我们家里面都会听过开冷气闪冷气的声音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那么沉上我们也不会特别去留意 但是因为邓伟文这一段的录音 我会突然想起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因为往往是因为热去开冷气 其实跟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什么的作用 什么的互动或者是什么的曖昧在里面 到了生冷气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都因为周围的这些人工的环境的转变 又会自己出现什么的转变 我觉得这一段的关冷气 可以令到我去想起很多我人的身体 和我们周围的电器机器 究竟是里面产生了什么的接触碰撞和曖昧 而这些的曖昧往往是我们忘记了的 我们是声音图书馆的客席拆战人周姚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